今日苏鸿雷晒出了自拍照,日前却被各路官方微博调戏了。 苏鸿雷晒出了自拍中,称自己在深圳的吗? 随后深圳交警支队官博转发并批评,记好安全带了吗?后排也要记。 深圳公安官博也来凑热,连深圳天气的官博也出来指证, 穿这么厚干嘛呀,深圳还没入秋呢? 网友尖状纷纷评论,华强快躲起来,颜值再高也要记。 此前苏鸿雷无够带气的出门享受平静时光, 二人灰黑色,CP感十足,两个人先去一家餐厅吃饭之后悠闲亚马路,玩死头。 瞬间年轻好几岁,和孙鸿雷站在一起有些大叔配罗莉及时感。 众所周知,孙鸿雷是一个十分幽默的大叔,一路上不赶来。 王俊迪挽着老公胳膊沿着大街溜达,一副地老天荒的样子,十分温馨呢。 近日,仪乡以硬汉形象出现在营评上的孙鸿雷,最近他微博上晒出卖萌照。 再加上他在极限挑战里的表现,网友纷纷表示,彻底颠覆了孙鸿雷在内心中的形象。 相较于黄渤黄磊,孙鸿雷更像双重人格。 网友的一评论炸了,网友称当年崇拜孙鸿雷,觉得年轻富狂就是。 东方卫视在遭遇金星秀停播后,极限挑战也宣布停播了。 有业内人士称,极限挑战在这周日将停播,复播时间待定,有媒体采访了相关管理人员。 这个事情也得到了证实,他们称停播也是临时接到通知。 由于节目中出现了叛徒、挑拨离间等负能量内容,才被停播。 网友们对此也出现了自己的看法,有人指出,极限挑战是否。